大家好 今天来到了我们这边的七神之乡 干州 干州这个七神很有名的 这个苗是有的 这个还要移到别的地方去 这里面就是那个七神的苗 以后要移到别的地方去种的 这个白色的东西是为了防虫的干在这里 好长长 大家看一下 这个树上都挂满了 这个树它的叶子比较多 里面的七神看不到 我朋友说这一棵树将近有400斤左右 这个七神表面 它有一层白的是石灰 用来防虫的 他们这边当地政府规定 这个七神是不能打农药的 所以用这个石灰 土办法防虫 这是政府规定的 你闯发气干嘛 刚才爬山了呀 累了呀 身体虚呀我老表 身体虚 这下面的果树已经摘了两批了 上面更多一点 往上走 大家看一下 这个树上长的七神都是很大的 他的个头 将近有半斤啊 像这种比较大的七神 他的皮比较厚的 但是他的味道是一样的 但是卖的最好的是那种比较小一点的 更受市场欢迎 有些人啊 他会专门下这种比较大的去卖 即使可以跑到上面去拍个球 像这个地方 今年就要开始种那个吉成苗啊 这个地挖了一米深 然后上面埋了那个龙家肥牛屎 然后表面铺的那个稻草 下雨了下雨了 赶紧走 给我尝一个呀 这个皮大啊 这个皮很薄的这个皮 嗯 给我尝一下呀 我撑死你 撑不死死 很甜 真的尴尬 嗯 那我尝 来 拿给 滚一点去 没人搭理的这么好吃 不要多 他嘴巴很足啊 吃饱了没 如果再吃一个 要晚餐就不用吃了 嗯 我的尿多 像这一种 就属于精品卖的最好 最瘦 最瘦市场欢迎的 它的皮比较薄 水分又足 个头不大不小 像这表面的那个石灰啊 发货之前都会把它洗干净 这几天我们这边天空不作美 都下起了小雨 这地面都比较滑 这个漆尘都是人工挑下去的 像我这样走 不小心都会摔跤 何况挑一百多斤的漆尘 这个漆尔 我可以吃到 你会想要在家里面 你可能会想要是 有来的 但你可能会点 你ень laying在小可 我都行 没人 你